五亿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 503会孕育出那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 一切都要交给时间 大豆起源于中国 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 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危险 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 十年前徐化林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 大豆育种 它盯上了野大豆 野生大豆耐炎耐旱 抗病性强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里面的 白花花的盐 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 说明它是一个耐中盐的野大豆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你要注意这是健身的野生植物 在高耐炎植物赤碱蓬丛中 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 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 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的野大豆 拍照 定位 采集 取土样 江浙科野大豆编号503 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分野大豆材料 终于把它的那个耗的那个特性啊 通过一些那个育冻手段 整合到那个这块大豆中 尽快地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被寄予厚望的503 会孕育出耐严谨的大豆新品种吗 一切都要交给世界 一切都要交给世界